Hello 各位AM730的讀者 你們好 我是葛祥妖妖 兩個都很想演 其實我覺得 《櫃前賽》裡面 都算少少喜劇的醜女 試試做奸角 但我不會理會大還是小 我知道純粹是角色上的 轉換 真肥再減肥 我想是因為真肥 至少我可以享受吃東西的過程 但剃頭的過程 我一點都不太享受 除了小朋友之外 我都沒有試過 短度在肩膀上的頭髮 男生可能未必明白 但女生的頭髮 一下子插了那一刻 那一刻已經有點硬 所以我未想像到 我剃頭的時候會怎樣 髮型師就在後面 把我手的頭髮放在後面 那我本身的頭髮變得腰了 那她一剃完之後 本身沒有什麼 她一撥到前面 然後剃頭 然後剃頭 然後那一刻 那一刻就 這樣 《櫃前賽》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染頭髮 所以也有些改變 我自己是從來沒有試過 踏出亞洲以外的國家 所以我也想試一下 羽毛扣 為什麼 因為我扣到也不是很厲害 但是我比較之下的羽毛球 是我比較打到的球 打到的球 那些聲音很有型 所以也想試一下 沒什麼特別厲害的 我免得說出來 因為我比較參加的活動 在音樂那邊多一點 就是合唱團 沒有半奏合唱隊那些多一點 所以就已經在那裡 已經用了我所有的每天放學的時間 所以就沒得參加所有運動 挑戰玩不同的遊戲 那我選擇 其實我很多東西都會吃 就是 盡量不要吃一些奇怪的東西 我們 對 有這麼多東西吃 我們吃回正常一點 我選擇Stanley 因為Stanley暫時 我很期待他會出個人的一首歌 我希望可以做到他的 就是和他一起拍MV 我沒有看過他吃東西 好像想學到怎樣可以忍餓 他長期都好像不太需要吃東西 我會覺得很厲害 怎樣可以忍到這麼久不吃東西 這個都想試一下這個技能 Edan 其實我看到他很多時候 他真的沒有吐爆 有時候 原來他可以用一些道具 這樣用 我會覺得 這東西轉數都很快 Stanley阿良 其實我覺得他每一部劇 都做足很多功夫 每一部劇 你都會記得他的名字 記得他的劇中的名字 而不會記住他是哪一個 我覺得這東西是要做 你花很多時間去做功課 你才可以令到別人完全記得 撇除了你意外的東西 劇中意外的東西 蘭聰就超級多東西要學習 他是那些爆肚 轉數快 那些節奏是拿捏得超級好 你問他一個問題 他是很樂意回答你 他完全不會收起來 說我有些東西不說給你聽 他沒有的 他完全告訴我 有時可能一些場口 我又會問一下 如果有什麼方法去演 我覺得他是超級靈活的一個人 可能有時拍Y照 其實不太看到表情 如果拍戲的時候 他怎樣可以用動作 怎樣去表達那件事 我覺得他做得很好 我覺得光仔是有一種灑脫在 我覺得他有時很敢做 可能有時他會覺得 先做了 到時導演說不行 這樣再轉 可能我很新 我會很有規矩 導演沒有說要怎樣怎樣 我就不敢亂加 他們其實全部都會加上自己 一些即興的東西 何馬是一個軍醫 但他本身不是讀這件事 他是因為校長 所以他很想進入這隊人做軍醫 他就跟他自己的爸爸 我爸爸 即是何馬的爸爸 是中醫師來的 那就學師 就 學一下 但我本身是讀會計的 是很不適合的 但我就是為了想進入那個球隊 所以我就做一個軍醫 有BB級的感性 大人小朋友 老人家都合看的 一些七熱鏡頭 是的沒有 我們都有一場爭吵 其實我好像吵架 因為通常我會不出聲 所以我又很少很大聲地說話 我覺得這件事也有點難 大家的反應和大家的感受 我是控制不到 即擔心不到些什麼 因為我又明白 粉絲為什麼會這樣想 我也希望大家會喜歡 河馬這個角色 因為我覺得這個女生 都挺搞笑的 即是很天馬行空 所有事情都亂衝亂撞 有些什麼想了 就直接做 即是不會想很多事情的人 和愛玲前輩有一場對手戲 其實和愛玲前輩是阿孝的媽媽 我就是一個為阿孝出發的一個人 所以當我和阿孝有些意見不太合適的時候 我就有提出和她 所以那場戲是有點緊張的 因為首先是和前輩一個單獨對戲 而且那件事是要說服自己 為什麼我可以這樣說 是因為我真的很為一個人的著想 我覺得個人會再淡定 我想以前淡定的指數應該是負分 現在應該也有50分 由比賽到現在 我覺得自己最糟糕的事情 就是太緊張 一緊張就很多事情都 其實是很不清晰的 始終現在網絡更加發達 做的每件事都會被人放大 就會很擔心自己會不會有時候 不是那個意思 但是不小心說錯了 令人誤會了 可能有這些位置過分擔心 就會越來越緊張 但是以前可能 我們也是在學校 好像仍然是我的舒適 但是現在好像搭出了 給所有人看完的時候 就比較赤裸一點 就會更加擔心自己的原痕 所以我一定會知道 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因為爸爸媽媽和姐姐 真的由小到大 可能由我三、四歲開始跳芭蕾舞 到現在 他們都是這麼支持我去做一件事 就是我真的喜歡 他們就放手給我去做 可能有些家人 是很不支持他們去做這件事 但是我不需要擔心這件事 因為他們很信任我 可能現在看到我入行 他們會很全力支持 我回家吃飯 就已經有一台好菜 又有湯 但你很辛苦 就煮湯 有時 他們會收納我所有的應援 每次他們還要 這個簽名給我 然後就要整個屋 現在整個屋都是我的相片 我回家也有點害怕 你是最強勁的粉絲包 當然是貴前菜的袁導演 因為很感謝他在 比賽完了之後 就給了我第一個機會 而且他也教導了我很多東西 很磁場的爸爸 譬如是一些 收到劇本 我們要做些什麼 我完全是靈的 我完全是不懂的 他由這些 這麼基本的東西 他都會教我 當然是經理人 因為我覺得很不容易 抽到剛剛出道的小朋友 很多事情都可能 一來要擔心我們的言行舉止 別人會不會走出來 都不喜歡你 會不會有這些表現 然後工作 如何去說服別人 給我們一些工作機會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